等一下 下一個 哇 哇 這很沉重 這好沉重 你要不要 我想一想 你現在身邊 會不會有愛你的人啊 你讓那些會因為你傷心的人怎麼辦 你讓那些人怎麼辦 我覺得可以 考慮跟你身邊的人說出 這些事情 然後你們一起走出這個 傷痛和疤痕 對不對 我覺得先不要把 這個世界想得那麼差 一定 一定愛你的人會在 還是有在的 然後 然後要怎麼走出 這個傷痕 就是需要所有人的 共同努力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需要幫助的話 也歡迎 也歡迎來找 我們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 聽到 聽到你 你的事情之後 不會想要幫助你 至少 所有人都會 應該說 我知道的每一個人 你至少 最少應該都會 詢問說 你需要幫助嗎 你還好吧 不然 或者是 你可以跟大家 要一個抱抱 對不對 在經過幾個搞笑的 突然來一個這個 是不是 我比較想知道 這是什麼國家的人 現在幾歲 希望 希望 在看我台的你 早日走出傷痛 然後 希望你已經 有辦法跟愛你的人 說出這一切 對 你看 聊天室那麼多觀眾 在鼓勵你 對不對 這位是真的需要 打不愛熱線 我覺得可能 是連 打不愛熱線的勇氣 都沒有 所以可能 跟 家人或者 附近人 不然 不然嘗試 去跟小動物 多多 多多互動 也是一個挺不錯的 如果你不想要面對人類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 找小動物 互動 用小動物來療癒你自己 好 沉重 他現在需要幫助嗎 我覺得 他需要 可是 他 開不開放 我們去幫助 又是另外一個 問題 我們也不要勉強 對不對 聽了 想給寶寶 對啊